大家好,我是梁国宁医生,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时今日的科技,我们可以怎样帮到大家诊断到一些 婴儿染色体数量上的毛病,或者有时会抄错,这些资料我们叫做微缺室,另外一些情况就是父母双方都带隐性的遗传基因,而导致有毛病,出现这些问题呢,每样东西发生机会都不高,但是加上来我们都值得注意,而我们现在有犯法去诊断的 在怀孕呢,我们作为朋友呢,当然是恭喜一对夫妇,和她整个家庭,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独一无二的,父母当然都希望他们健康成长的 另外呢,今时今日,每个家庭生小朋友都是一个起两个子,因此呢,父母将所有的期盼都会放在那一两个小朋友身上,这个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现在今的城市生活是知识益,也都充满竞争,所以父母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健康的体白,和良好的智力,来适应将来的生活 这种因为基因而发生的毛病,的数量病人呢,不会很多,所以呢,所有的治疗都不可以量产,自然就很昂贵了 就算有药物可以医医,就算肯付钱,都只能控制住病情,并不能够将它变回原于本本的良好 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因为它叫做罕见呢,就以为不用理它,因为这些数量加起来呢,其实比起譬如糖质综合症呢,是重要更加多,所以我们值得注意的 有少量的胎儿细胞是进入到妈妈的血液里面的,但是它们很快就会分解了,那就会释放了一些油尼的DNA出来啦 而今时今日呢,我们用精准的方法去分析呢,甚至可以数得到BB的染色体的数量 我们聚焦了去看多些呢,就在第21对染色体,即是叫做糖质综合症的原因呢,我们就会比较准确地分析得到,去到99%以上的准确度 另外第13,第18对染色体呢,那就我们都可以比较其他染色体准确地分析,还有BB性别的染色体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现在我们一直聚焦多些呢,就会看得到一些BB会不会有部分抄写错误,叫做微缺失就会出现 那么呢,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这些BB染色体数量上的问题,比如三体染色体呢,我有另外的video 大家掃了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看得到我另外的video啦 朱宾 医护人员跟父母一样都是很爱惜BB,所以我们在政策和解说上面呢,都能给大家一个资讯 甚至我们私营的就会是将价钱上面尽量压抑住它 让大家有个明确的选择的时候容易一些 回报告当然就算有问题我们都说了要做抽烊水核实 偶然这些报告说不能再决定是什么来 那些我们就要跟从资料再做进一步的诊断 定义是不做事 很例外的情况下就算报告报了平安 而哪个情况和报告都不一致 但这个是今时今日的医疗科技不能够做到百分百的意思 并不是一些有心或者无意的人为决失的 部份的发言所可能金钱上面会给一些表迪士 但也都是希望大家体谅是一个心意上的表达 部份情况下是不应该做这些测试的 有些家庭的价值 是不会落嬷的 那这些就倒不如等嬷出生之后 和父母报平安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们的视频上面就已经有个表 就说这些情况下 不做猪或者甚至不要做这个测试的 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 身体里面就有很多基因 其中一部份的基因就用来指令 制造一些独特的蛋白质 执行身体的机能 有什么情况下这些蛋白质是做不到 而制造到毛病呢 第一个情况 就是宝宝有症状的资讯 但是它抄写的时候出了乱子 那这些呢我们一般就叫做微缺失能 另一个情况呢 就是隐性的遗传病了 我们大部分身体里面 制造这些蛋白质的机能呢 都是有两个copy 来指令同一个功能的 即是说隐藏一个copy是正常的就已经足够 那这些呢 一个来自爸爸一个来自妈妈 如果譬如当爸爸他身体里面有一个这种机能 其中一个copy是正常 另一个是没用的 这么巧的另一半呢 并且带有同样同一个位置 有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没用的遗传基因呢 他们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呢 同样给了一个无功能的遗传基因 给了他们的小朋友 那宝宝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常的copy 来继续维持他有这个功能 那就会出现这些叫做隐性的遗传病了 要检验微血室呢 只要验开妈妈血的时候 送一个样本去化验中心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的化验室都是可靠的 只不过最多就是价值 和方便程度上 报多少只的不同的政策而已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妈妈的血也可以送到发炎中心去检验一男子隐性的遗传因子毛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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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多少只隐性遗传基因才叫做旧呢? 就是价值观而已 如果驗得少数量呢? 就好像找个小鱼网仔去捞鱼 自然说有时候的机会就低,但是保障也都低了 如果驗到很多,就像大网的触鱼一样 终于知道很多时候发炎中心都会建议驗百多或者二百多只 在这些情况下呢 有一半的妈妈呢,驗出来报告已经报了平安 另外一半呢,我们就可能叫爸爸都驗了 来做配对,看看有没有事 有个发炎中心呢,就数到他们说 会影响到BB日后将来都比较有的呢 他们都会帮忙驗一驗 那你就骗到800只无病都要 那如果这样骗发呢 骗出来,妈妈有 大概有一只或者以上的 隐性维族基因的机会呢,就高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呢 一次过就将爸爸和妈妈的药本 一次过送去做化炎 然后就回来 尽快报回平安的 这些隐性的维旋病之中的药膜四分之三呢 就靠一些标准的做法已经骗得到的了 如果我们骗到200只上落呢 就是药膜骗到这些的七成左右 那另外呢,如果骗到800只呢 骗到接近九成都可以找到出来的 另外 那三成隐性维族病呢 就要靠一些特殊化炎 才可以产持 骗完吗? 就是爸爸的血 爸爸的血 骗到的 在香港来说 大部分这些呢 就比如说地中海频率呢 我们都骗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现代科技 我们都没能够捉完所有的毛病 那呢 有部分呢 我们都要靠 临床再才可以知道 有没有这些毛病 那但是我们作为上一代呢 做了这些检验之后呢 流氓之余就少了很多了 那其实是你 是因为在黑小晨上 你系统路上的 你维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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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维有的 对 这是你维会的 不是 我维有的 你维会的 你维会的 我维会的 我维会的 你维会的 我维会的 你维会的 我维会的 你维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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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这些隐性遗传无病检测检都有些不同的 首先就算验出来说爸爸和妈妈都是带来同一个隐性遗传基因 都不是说宝宝一定有问题 都是四分之一的机会有时终于再做进一步的测检 四分之三都还是保平安的 第二就是就算我们说验都没事 其实我们又未可以说百分百的 因为有些极稀有同一个基因的变异都可以出现 那些我们叫剩余风险是可以存在的 我们唯有说我们尽了力去照顾BB 世事我们永远不能够做到绝对 我们会帮手检验的隐性遗传基因无病呢? 当然是严重影响了BB我们才去发炎 但不是每一种我们都选了痣病啊、弱痣啊 那些我们才去驗的 比如说先天性失聪呢 不少是来自基因的麻烦的 在知道不同的基因的时候呢 原来会影响它的治疗、计划或者疗效的 那这些呢我们希望大家明白 做完这些检验 不一定说我们会有什么很夸张的照顾 而是我们计划BB的将来呢 是可以很有帮助的 有很多隐性的遗传无病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及时去照顾呢 可以影响BB的健康 很多隐性的遗传无病呢 智力很多东西都很大影响 甚至它原本在长期都会变成更差 我们听起来都很心酸欲赤的 但如果我们知道某些毛病 有些简单的生活上的改变 食物上的改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知道之后 都可以跟父母商量了 然后懂得如何由产前开始 做到宝宝出世去照顾 今时今日这些测检 已经可以将价钱降低到 普通人都负担得来 我们希望可以保障得到 父母迎接宝宝的时候 有个开心的期待 宝宝都会发脚落落地生长 这边的年轻易松 可以帮助 感觉很快 接着 那边的矩 做得很快 爱